中范于2018年9月底秘密签订为期两年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 而且双方未公布协议细节 曾经之初 陈日均就担忧 北京利用梵蒂冈消灭中国的地下教会 他多次公开抗议 无法得知协议内容 据称中范临时协议下 教宗虽然握有最终主教任命权 但前期提名 临选程序都受中共操控 中范又于今年协议到期前 延长两年 中国的地下教会是中于教宗领导 自称中正教会 主教由教宗任命 而中共1950年成立的爱国教会 俗称地上教会 主教由中共任命 完全听命于中共 陈日均认为 中范协议最大的冲击是 中共利用了所谓协议的精神 任命了七个被教廷绝乏了的主教 完全是帮中共政府说话的 近两年来 中共对中国净烈的宗教压迫更是变本加厉 全面那个大陆的宗教政策没有改变 是吗 有些规矩 以前都有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强迫 但是现在最近两年 执行了 譬如18岁以下的 不可以入圣堂 不可以参加任何宗教活动 它全面在镇压宗教 是吗 陈日均表示 他与众多天主教友一样 对梵蒂冈深感失望 批评梵蒂冈 但仍尊敬着教宗 他认为教廷国务卿 帕罗林书姬主教控制着教宗 国务卿为首掌权的一帮人 长期推行对中共的妥协政策有个人目的 新唐人记者梁珍彰香港报导 你们快乐